凡夫 故约云生仕途 云生仕途 特别是对 凡夫说的 也就是特别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修这个法门 能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 这种殊胜利益 在其他的法门 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都得不到 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得到 因此 一律就产生了 那它没有例外的 找不到相同的 所以怀疑这是真的 这可靠 这太便宜了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所以不敢相信 变成男性之法 可是它真容易修 真容易成功 而且不费很长的事情 真干 自古至今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难力 大概不出三年 真容易啊 真容易啊 那为什么我们三年没往生呢 我们就是放不下了 放不下 放不下 七心动力 放不下 分别 放不下 支柱 这是从 总结来说 从四上来说呢 没有把贪嗔痴 慢意 放下 没有把其情无欲 放下 贪嗔痴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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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佛都说过 我们太大意了 再俗活了 三度是贪嗔痴痴痴 三度是贪嗔痴痴 贪的核心是什么 现在新名词叫原始点 贪的原始点是什么 秦痴 秦痴是贪的原始点 傲慢是秦晦的原始点 怀疑是愚痴的原始点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面方面下说 断贪嗔痴就有指望了 断贪从最难断的地方下说 秦智 成晦 从最难的地方 傲慢 傲慢 每一个人都有 是在讲三度烦恼 是我们余生之来的 从一念不绝 那个时候就有了 怎么知道 你看看八十里头的第七十 第七十是什么 第七十给他一分析 四大烦恼 成就的莫娜师 那头一个 就是我见 职者有个我 这个我不是真的 假的 根本没有我 职者有个我 学佛 真有智慧 教人呢 真正学佛 从哪里学起 破身间下手 真正认识 这身体不熟 你才能入佛门 入佛门的条件 如实啊